台湾民主万岁 民进党驻美代表处主任彭光礼 大喊台湾民主万岁 人在华府的他 为民进党7月即将举办的 新生代外交裴力盈 录影片跨海招生 民进党举办青年外交营队 让青年政治工作者到华府交流 其实不是第一次 1995年 萧美琴担任民进党驻美代表处执行长 就曾举办过 当时团圆的合照 不止主办的萧美琴 现任立委何欣纯 远景基金会执行长赖宜中 现任的述发部次长崔和明 也都曾是营队成员 如今民进党再次举办外交营队 就是要培养外交专业人才 我们希望可以寻找多位萧美琴 外交人才之所以难培养 并不可会言的 事实上是因为薪资待遇的关系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人才培养上面 一直想办法去克服的问题 大家可能想到要去美国 可能现在机票都是五万块六万块起跳 但我们这次的报名费用 是一个人一万块钱 那正当国民党以傅昆旗为首的立法委员 要到中国跟中国共产党进行交流 跟合作之际 民进党要带着年轻世代走向世界 跟民主阵营加强合作关系 坚定的站在一起 这场青年外交营队 7月23号到8月2号 在华府举办即日起开放报名 预计征选15到20人 不只经费上权利支援 党主席赖清德先前也曾表示 捐出选局补助款 资助年轻党工出国历练深造 权利栽培政治心血 民主经管 这会报道 谢谢大家